西洋菜谱 哈喽大家好 西洋菜谱美作分享 今天分享银鱼少炒王 准备的材料有 几冬的银鱼大概半半左右 干的鱿鱼两个 如果是大的一个就够了 腰果大概三个汤匙左右 如果不喜欢可以不要 但是我觉得加的比较香一点 配菜料有 红萝卜大概半个就够了 沙格也是半个就够了 韭菜大概四分之一磅 还有姜 红葱头 蒜头 配酱料有 XO酱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料酒 粘米粉 玉米淀粉 银鱼把这个里面的墙 挑出来就可以了 有时间就挑吧 在外面餐馆他不会这么做 把这个肠子 那个鱼肠都挑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吸干水 用几斤把它吸一吸干水 我们用小薯的盐 三分之一 茶匙胡椒粉 一个茶匙料酒 先腌一下 由于我们要泡水四五个小时 把它的皮拨上来 外面那种不要了 里面的骨头也取下来 里面的骨头也取下来 然后洗干净 把它洗干净以后 用几斤擦一擦干 然后切成丝就可以了 把它可以转起来这样 打行切成丝 这中间那个就不要 那个黑色那个 然后切好的鱿鱼 和腌好的鱿鱼 我们都用蘸米粉 把它捞一捞 吸一吸它的水分 大概一两个茶匙就多 目的就是把它的水分吸掉 因为海鲜都有些水分 那蘸米粉湿水力比较强 韭菜我们洗干净以后 去掉头部 比较老的部分就不要了 然后切成段 尾部那些也不要了 砂格我们切半个 去掉那个皮 先拨出 有些瓜不干净 可以刨一下 然后把它刨成丝 黄萝卜也是刨了皮 把它刨丝就好 我们切个几片 蒜头拿个三粒 然后把它切碎 跟姜放在一起就好 腰果我们在泡水里烫个一分钟 然后把它捞出 滴滴干水 用几斤把它吸一吸干水 鱿鱼我们刚才用蘸米粉蘸过之后 就比较干了 但是我们等一下炸的时候 还不够干 我们放一层 玉米淀粉 让它干一点 等一下炸的时候就比较 干比较脆 鱿鱼也湿 看还是有点湿 放个干米粉 然后我们再炸一层 玉米淀粉 大概两个汤匙左右 你就看它这样干深一点就可以了 油温烧到120度左右 少少冒泡 我们放这个腰果 炸一下 曼果 曼果让它炸一下 因为太大果很容易焦 看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因为它冷了以后 会深颜色一点 油温上来到大概180度左右 我们把这个鱿鱼 先放进去架 但是要抖一抖那个粉 不然那个油会很脏 大概炸个一份半钟 就很干深了 你看很干了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滴滴干油 我们等油温 在上上180度的时候 就开始炸那个鱼鱼 也是把它抖一抖那个粉 让那个油干净一点 锅子小 可以分两次炸 大概炸个三分钟就好了 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等它油温再升上来的时候 再炸一点 现在油温再升上来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复炸一点 大概炸个五十秒就好 目的就是让它比较干一点 先把它捞起来 先把它捞起来 烘一烘干油 鱿鱼因为本身是比较干生的 因为是干鱿鱼所以不用翻炸 把玻璃烧叶放入一两汤匙的油 我们把这个红葱头蒜末还有姜片放进去 爆炒一下 你看那的朋友也可以放几个 纳椒干 然后把红萝卜和沙克斯放进去 翻炒一下 大概翻炒了一分钟 我们把这叫井菜放进去 炒入一茶匙 翻炒一茶匙蚝油 半个茶匙鸡粉 一个茶匙黄 三个茶匙 XO酱 继续翻炒 不像鸡香 然后再调入一茶匙料酒 最后我们加入鱿鱼 还有鱿鱼 还有鱿鱼 然后关火 它捞匀就可以了 我们捞匀以后 把这个腰果也放进去 好了我们的鱿鱼小炒王就好了 现在闻到都好香 太香了 好我们的鱿鱼小炒王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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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